《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23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第2379期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来说一下习近平被普京啊宰得有多惨 也就是普京最近呢访问了北韩 也访问了越南 那么普京他现在对外的政策 他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呢 为他自己呢能够解困的一个前提 习近平死死的互助他额跌啊 在全球呢 现在普京是受到全球西方国家对他的制裁 而习近平显然也是受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殴 在这个过程中 普京为了自己突围呢 他很多时候都是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自保他自己 而习近平这个冤大头呢 无论被宰得多惨呢 他都呢自作自受 他都自己忍着 他也不好说什么 为什么 是他主动要孝敬他额跌嘛 那么究竟宰得有多惨呢 你就可以看看 习近平动不动强调 他在欧洲的铁杆盟友是塞尔维亚 在亚洲呢 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小弟越南 也就是无论是越南还是塞尔维亚 现在都是什么 都是背叛的习近平 都是导向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方 这个利益方有可能是导向西方 也有可能是导向俄罗斯 反正是无论谁受了中国再大的好处 不会导向李习近平的 也就是这些习近平交的这些盟友 哪一个不是种色尽有的 我讲的这个色实际上是种利尽有 也就是这些人只为自己的利益 然后呢是牺牲李习近平的利益啊 那么中共最大的是认贼作妇认了俄罗斯这个爹 也就是中共自从交了北极熊这个朋友啊 他的这个北极熊的这个干爹在自己家门口呢 几乎是所有的邻居都给他变成了核武器的永和国家 习近平这个人就是人傻钱多 他大量的钱供给俄罗斯 而俄罗斯既帮助北韩又帮助越南 让他们自己发展自己的核动力和生产能力 最终这个打着所谓支持这些国家民用开发核动力和能源的这个幌子背后都是什么 都是他们自己成了永和的国家 他们都自己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等到越南北韩他们这些核武器制造的非常成熟 都可以拿来对付中共的时候 中国作为这两个国家最主要的邻居 也是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邻居 因此来讲中共实际上就是养虎为患嘛 而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整整两年 全球呢都是对俄罗斯进行围堵制裁 西方国家是完全断掉了俄罗斯所有的贸易 并且制裁俄罗斯把他提出国际美元结算的Swift系统 因此俄罗斯是一个美元也用不到的 那么没有美元用俄罗斯拿什么去保障他自己的经济 俄罗斯他自己是没有太多的什么太多的GDP创造的办法的 他唯独都是靠他自己的能源 就是他的石油啊天然气啊 而石油天然气是要靠输出卖给别人 从那边换到外汇靠这些外汇来支撑他自己的生活的 那么俄罗斯他现在被美元制裁以后 美元根本不能用他卖出去的这些能源包括石油包括天然气 拿不到美元以后俄罗斯拿什么去结算他的国际贸易 怎么去维持他自己这么两年多的生存 而且这个战争看上去不会马上就结束 即使结束了俄罗斯无论是哪种结局 一种是普京被彻底消灭俄罗斯被瓦解战争结束以后 俄罗斯被肢解这是一种结局 还有一种结局是普京仍然能够苟延残转 那么苟延残转普京被制裁的这个局面是不会结束的啊 所以说普京是靠什么能够让他自己一直保持这么两年多来的这个生存呢 那么俄罗斯他的这个转手的手法呢 他是变成多角式转汇这种多角式转汇呢是利用什么是利用了越南 也就是美元在俄罗斯呢是完全被制裁被限制俄罗斯一个美元用不了 那么用不了首先是拉拢中共啊 因为中共是什么是大量的货币以及大量的物资向俄罗斯供应的最主要的支持国家 那么跟中国的贸易是非常非常大 现在这几年的贸易都已经上千亿美金了 这个呢钱呢都用人民币来结算 那么用人民币结算显然俄罗斯卖能源卖天然气得到了大量的人民币之后 那么这么多人民币拿着手上干什么呢 这么多人民币俄罗斯就拿着这些钱呢 跟那些愿意跟中国用人民币结算的国家呢 跟他们购买跟货物 你比方说金短五国金短五国大部分是可以嘛使用人民币的 因此呢俄罗斯就拿这些人民币呢到这些国家购买物资 反正你们接受人民币嘛 这是呢用人民币帮助俄罗斯找到一部分外贸 结算呢给俄罗斯呢带来一定他自己的战略物资和他自己的名声产品 也就是人民币贸易俄罗斯呢把它运用起来了 但是光用人民币用贸易解决一部分物资的进口 他达不到用美元以及用美元购买什么 购买那些不接受人民币的那些国家里面很多产品 俄罗斯想要拿不到啊必须要用美元啊那怎么获得美元呢 那么怎么获得美元最终就是到越南去转口 加上呢俄罗斯他也不愿意储存大量的人民币 他知道人民币总有一天要贬值要想方设法把人民币换成美元 美元才是硬通货嘛 所以他会把人民币最终把它转到越南 到越南呢用大量的人民币把它换成美金 因为越南和美元是可以嘛是可以直接兑换的 这样的话越南就等于什么收了俄罗斯的人民币 把这个人民币在越南呢换成美元 帮助俄罗斯呢用手上多余的人民币转成美元以后 这样呢俄罗斯手上就握有美元了 也就是人民币最终被俄罗斯接受到越南这个贸易市场上面 换成美元以后俄罗斯就变相了嘛 通过跟中国人民币的贸易赚取的大量的人民币 通过越南去转货以后 然后最终呢他手上就持有了大量的美金主备 而这个过程中损失的是谁呢损失的都是人民币 你就去看一下国际货币基金市场里面 他这个奇怪的这个人民币卢布人民币兑美元 这个外汇牌价你就可以得出人民币是多么的吃亏 因为现在呢卢布对美元是暴跌的 而人民币对卢布又暴跌 但是人民币对美元是始终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因为中国呢不愿意人民币跟美元 它这个里面的低幅呢有很大的这个操作空间 这样呢对中国的经济打击很大 所以说呢中国央行是始终要保持人民币跟美元呢 始终呢是基本保持平衡在一比七左右 但是呢卢布对美元是大大的跌 人民币对卢布也大大的跌 那最终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 你看中国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 一美元可以换人民币七块 而一美元换卢布是可以换86块 人民币一块钱呢可以换卢布换十一块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人民币一块钱你可以换十一个卢布 那是不是就是77个卢布就可以换到七个人民币 而这七个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个美元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一美元在中国市场上面换卢布是86块 人家用77块卢布就买到你七块钱人民币 就买到一个美元了 而你本身一个美元可以兑换86个卢布 那中间不有九块钱人民币的差价吗 这个九块人民币给谁赚掉了呢 你中国银行公布这个外汇牌价 你明显的让美元、卢布和人民币之间 它是一个不等式啊 也就是卢布和美元的兑换 人民币和美元的兑换 人民币和卢布的兑换 这个三角是不等的 那不等的结果是最终哪一个货币之亏呢 你一看就知道是人民币之亏了嘛 按照这个外汇牌价你互相去兑换的话 人民币每换一个美金就损失了九块钱人民币 这就是中国外汇市的官方的美元汇价啊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汇价 有人就问为什么中国银行 它要出现这么如此一个不平等的汇率呢 中国银行的解释嘛 卢布现在在俄罗斯呢 它这个黑市兑换呢 要远远比官方牌价要高得多 我们考虑到黑市有一定的冲击呢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放有几块钱里面呢 中间的这么一个差额 那这个差额如果是给那些有权有势 能够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 来回搬用美元和卢布的人 它不就发责了嘛 因为你在中国国内 你用美元官方银行牌价 你一美元只能兑换到八十卢布 而在俄罗斯的黑市 你一美元是可以轻松的兑换到四百卢布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如果你有能力把中国的一万美元 带到俄罗斯的黑市 你马上就可以兑换到四百万卢布 再把这四百万卢布拿回中国 即使是按照中国银行的外汇排价 你也可以兑换到五万美元 利润直接是翻了五倍啊 一万美元带出去 在黑市炒到了这个卢布 把这个卢布再搬到中国来 马上这个卢布到中国银行外汇排价里面 就可以换到五万美元 就是一比五的翻倍 一万美元就变五万美元 这个获利速度的话 你贩毒你也赶不上啊 谁能做到这个生意啊 能做到这个生意的就是中共高官的二代 以及俄罗斯那些官府勾结的 这些莫斯科的大官贵人 他们就有这个权利 能够随意的把美元和卢布呢 在中俄之间的边境口岸呢 可以搬进搬出的 每从中国搬出去一个美元 再搬回来时候就变成了五个美元 搬一万就变五万 搬十万就变五十万 搬一个亿就变成了五个亿 只要是你能够是在中俄之间 来回走通这条路的 你就利用国家外汇排价和俄罗斯的黑市 你就发大财了 所以这种生意谁能做啊 这除了习近平的家族 除了他普京的家族 除了中俄之间能够控制国家高层的 有特权的那些人 谁能完成这个生意啊 你普通老百姓你做这个生意 你带着这个美元进入俄罗斯 或者是大量的卢布 你从俄罗斯把他背到中国 那被边防的这个俄罗斯警察逮到 钱没收人立马就给他枪毙掉 或者是立马不知道到哪里就消失了 你普通人能做这个生意吗 但是你中国银行现在给出的外汇排价 本身利率差里面 之间这个流入的不平等的这九块钱人民币 就是一个美元兑下来 最终通过卢布人民币和美元三指的兑换 本身就有九块钱人民币的差价 这个差价就足以制造什么 制造大量有人投机的空间 而能抓取这个空间的人 显然是在中俄之间能做得起贸易 能够把两国的货币和美元来回倒腾的人 这种人普通人你站一站不上 这个空子就是留给什么 留给大官贵人留给中俄高层 他们家里面的儿女和他们家族控制的白手套 这些人做这个生意 这种生意你老百姓你一辈子只能是望洋心坦 跟你没关系 你要想试一试 可能钱没赚到脑袋已经没了 这也就是什么是普京 他通过跟中国之间的贸易 已经跟习近平紧密的货币联系 占了中国极大的便宜 损失的都是人民币 而大量的俄罗斯的卢布的积聚贬值 最终由于人民币和卢布之间的直接对话的话 手上曾有人民币的14亿中国老百姓 最终都会为俄罗斯的惨败在买单啊 习近平尽管不断地为俄罗斯站台 问题是什么 他每次站台最终带来的结果都是深受打击 自己被出卖 今天五月份也就是上个月 习近平呢到访了欧洲三个国家 他特意挑选了法国塞尔亚和匈牙利 因为法国呢 习近平主要是去跟马克龙勾兑的 目的就是要挑起欧盟跟美国的关系 主要是中国想挑拨了一件欧盟嘛 希望欧盟不要给中国的这个三大件 就是电动车电池和太阳的面板 习近平倡导的所谓薪质生产力呢 这三样产品出口欧洲呢欧洲不要给中国呢加征高额的惩罚性关税 因为美国已经加征了百分之百的关税了 如果欧洲再加上的话 那中国这个电动车习近平的所谓薪质生产力 那就是被蓝头一棒再也没办法通过他的所谓薪质生产力来创造GDP 能够把中国多余的产能输送到欧洲输送到美国去啊 美国已经这么决定了啊 所以习近平感到法国是跟马克龙勾兑的 因为整个欧盟呢德国法国是领导国家 德国习近平不用再去安危了 因为德国总理舒尔茨呢在习近平出访法国之前半个月 已经到中国来拜过码头了 习近平跟他已经达成协议了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欧盟要统一行动 一定是法国跟德国呢 这两个国家是要绝对的保持一致的 现在呢马克龙呢可能跟我呢还没有保持一致 所以马克龙的工作你习总呢你要去做 习近平因此呢他到访法国跟马克龙勾兑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服马克龙 不能给中国呢加征惩罚性关税 那么挑拨离间的这个目的有没有达到呢 一点都没达到也就是说习近平他这边刚刚挑拨完 希望这个美国跟欧盟形成他们彼此之间的对立 不希望欧盟跟着美国跟风给中国加税 结果习近平全都要走 人家后面欧盟就宣布对中国的所谓薪质生产力 输送欧洲的这三大件电动车电池和太阳的面板 全部加成不同程度的关税 这一下子就把习近平想挑拨欧美之间关系 阻止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税的这个阴谋呢就破产了 那么法国的目的显然没达到 紧接着习近平呢离开法国就去了前共产主义集团里面 仅次于前苏联的在东欧和南欧里面 共产主义国家里面集团最大的最有势力的 前南斯拉夫现在叫塞尔维亚 习近平呢就去了塞尔维亚访问 塞尔维亚习近平认为是跟中国有共同价值观的 所以习近平把塞尔维亚认为是中国在欧洲首个命运共同体 是习近平的欧洲布局的重要国家 所以他在访问法国完了以后 紧接着就到达了贝尔格莱德 他到贝尔格莱德是受到塞尔维亚国家里面最高等级的这个接待的 他所以当时得意忘形啊 因为塞尔维亚不仅仅是现任总统叫武齐齐夫妇 前任总统现在担任国家合作委员会主席的叫尼克利齐夫妇 包括这个国家的议长布尔纳比齐 总理呢武切维齐和外长九里齐 全部到达机场在深夜呢迎接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心花怒放啊 他访问塞尔维亚以后 两个国家呢立即就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 关于深化和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构建新时代中塞两国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声明 所以说呢这个欧洲第一个命运共同体给习近平就这么接下了 习近平当时是得意忘形跟广大记者说啊 我很高兴应武七七总统的邀请 时隔八年在到访美丽的塞尔维亚 武七七总统摔那么多政府高官到机场迎接啊 给我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让我深受感动 我感觉到塞尔维亚对中国人民的这种友好 也就是把我当做老朋友来看嘛 我们这种铁杆的交情嘛 所以习近平说中塞铁杆友谊 历经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有着深厚的历史底应 因为我和贵国总统武七七两人的共同努力 所以使得什么 使得中国和塞尔维亚命运与共秉持铁杆友谊精神 我们坚持发展中赛友好 最终我们可以携手前进 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欧洲呢 所以习近平得意思啊 在欧洲找到了命运共同体啊 人家塞尔维亚跟他是铁杆啊 这就跟他在亚洲动不动强调巴基斯坦 跟他是铁杆巴铁巴铁 最终翻脸的都是铁杆啊 也就是好不容易在欧洲找到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么一个铁杆的兄弟 结果呢友谊的小船翻得比谁都快啊 这才习近平刚刚去了一个月都不到啊 塞尔维亚的总统武七七 他已经向英国金融时报证实 他们通过第三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有八亿欧元的炮弹 那这是给普京听到普京就跳起来了 就责怪你悉尼米你去勾兑勾兑了半天 原来他把炮弹生产起来 全部是输送给乌克兰 然后最终炮弹全炸到我俄罗斯 我俄军军人头上了啊 那你忙了半天 你这个铁杆兄弟究竟是帮我俄罗斯还是帮乌克兰呢 金融时报的记者问了武七七这个问题 就说你现在究竟是帮着乌克兰还是帮着俄罗斯 武七七是不回答你这个问题的 不正面回答 他说我们出口弹药 我们也没有直接出口到乌克兰 也没有直接出口到俄罗斯啊 我们这些弹药最终会打到哪里 不是我们要考虑的 我们生产军火武器弹药 是我们自己国家经济复苏最关键的一部分 因为塞尔维亚在军工商业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 塞尔维亚作为传统的共产主义国家 它的这个枪炮火器弹药生产呢从来就没停下过 而它这个武器弹药里面所生产 它最终在国际市场销售的价格 比西方国家要便宜很多 而质量是一点都不差 因为这是传统的枪炮和弹药嘛 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啊 前东欧南欧的很多共产主义国家 都是这些主要武器弹药生产的高产国家 像捷克的手枪啊 南斯拉夫的火炮啊 很多这些生产商它都是什么 都是具有百年生产历史的家族的这些 传统的武器生产供应商 这些家族他们生产的武器 可以讲水平是相当高的 火器是相当精良 弹药也是非常的有优势 因为传统武器弹药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含量嘛 就是一个精工制作嘛 人战期间塞尔维亚曾经就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 它的军火工业在南斯拉夫 发展的是相当的这个蓬勃的 是苏联标准弹药口径的制造商 大部分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国家 所使用的各种火炮啦各种弹药啦 所有的这些武器的口径啊 基本上都是输制的 都是什么都是统一的一个标准 这样你才可以保证你生产的这些子弹 无论你是长枪短枪是冲锋枪 还是步枪还是手枪 都可以很随意的通用 这种子弹放进去就可以打 所以呢这是当时呢 苏联支持火器里面的一个标准 大家都这么去用的 因此呢匈牙利啦 捷克啦 南斯拉夫啦 几乎是所有的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 他们的军火产业都是相当发达 他们的很多这些武器的生产上 生产出来的武器都相当的精良 这种弹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拿出来 它的这个火力都是相当大的 这比北韩的那些压箱子底的那些 牙火卡糖自己爆炸的那些子弹 要比它的这个水平高得多啦 美国的武器生产嘛 尽管科技十分先进 现在美国的都是新式的各种武器 这种武器它的科技含量相当高 但是传统火器 美国并不比这些欧洲的 尤其是前共产主义国家 东欧南欧国家里面生产的要好啊 而且美国的这个人工多贵啊 美国的这个武器丹药 它的国际这个军火供应市场上面 它的价格显然是远远高于塞尔维亚 高于匈牙利 高于捷克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嘛 因此绝大部分欧盟支援乌克兰 乌克兰购买的火器弹药 当然跟塞尔维亚采购既保证质量 同时价格又非常的便宜 能够什么是战场上远远不断的供应上 非常优质的这个火器弹药 这是塞尔维亚它的武器 现在大量的进入乌克兰的这个原因 因此呢塞尔维亚总统577就表示 塞尔维亚跟美国跟西班牙跟捷克等很多国家都签订了购买合同 输出了大量的这些军火 这些军火包括美国的军火上都跟他们买 因为这种传统武器呢美国生产的就少 而且呢美国传统武器生产的价格肯定比人家塞尔维亚要贵得多 而塞尔维亚这些火器和弹药它的质量非常好 那么至于武器积架我们的弹药卖给了这些欧盟的国家美国这些国家 他们这个武器流向哪里 这就不是我们决定了 最终这些炮火是落在哪一个人的头上 那都是有购买这些武器弹药的这些国家 他们愿意跟谁签合同 那谁就可以持有这些武器的弹药 实际上这些所有塞尔维亚生产的武器弹药 全部落到了俄罗斯金月金的头上 起到了对乌克兰的援助作用 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这些军火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普京大骂习近平恼火的不得了 跟你谈好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 人家要赚钱你习近平拦得住嘛 塞尔维亚现在是不结盟 它既不是北约成员国也不是欧盟成员国 普京虽然大骂塞尔维亚你去帮助乌克兰 把武器弹药卖给西方的军火上 发俄罗斯的国难财 习近平也是恨得牙痒痒的 讲起来你跟我是铁杆友谊 是欧洲发展的第一个人类民营共同体 那我们是支持俄罗斯的 你怎么能把这个弹药卖给欧盟 卖给其他国家 让他们去打到俄罗斯的这个头上呢 所以说你别看人家塞尔维亚 对习近平欢迎这个场面是胜大的 人家期待你习近平的场面再胜大 只是给你一个面子问题 但实际上什么 实际上人家主要还有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究竟是支持侵略者 还是支持那些保驾卫国的乌克兰人 人家塞尔维亚人人家想的很明白 因此在2022年2月24号 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决议 在投票的时候塞尔维亚是投了赞成票的 并且塞尔维亚从来就不承认 被俄罗斯霸占的乌东四周就是哈尔松地区 扎波罗热地区 顿尼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 以及克里米亚呢 这些领土被你俄罗斯霸占就属于你俄罗斯了 人家一直是不承认的 所以普京呢在乌克兰召开的瑞士和平峰会 一结束以后他立马就访问了朝鲜访问了越南 他跑去求金正恩给他提供各种武器弹药 还威胁呢本身能够制造军火制造武器生产的大国韩国呢 他威胁人的韩国 结果呢结果人家韩国马上就给乌克兰输送了大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 并且表示你对朝鲜给朝鲜什么样的武器帮助 我们就会给乌克兰什么样的武器帮助 韩国立马什么立马是毫不客气针锋相对 而普京历来认为自己长期的盟友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也不但是没有帮他 反而是把自己生产的优质的武器弹药全部提供给西方 西方把这些武器弹药再输送到乌克兰 最终呢最终这些炮火全打到了普京的自己俄罗斯青月经的头上 所以说普京你不是偷鸡不成还18米吗 你的盟友都不帮你的 去个北韩俄朝友谊这边刚喊着要怎么加声 人家韩国立马就是反戈一击 所以就又跑去越南跟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在教育科技石油天然气勘探给予越南的合作 并且帮助越南新建一个核动力的科技中心 那你对越南这种在核动力开发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 你不是刺激习近平吗 也就是越南它的核武能力一旦加强 那显然是对它的邻居中国有极大的威胁啊 那么普京为什么对越南要这么去做呢 他是仗着他跟越南良好的嘛 良好的过去的传统盟友以及呢长期的军事依赖 根据斯德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从1995年到2023年在这么将近30年间 越南从俄罗斯进口的武器金额已经达到了76亿美元 在越南采购对外的所有的武器装备军事装备里面 它已经占到80%以上 那也就是越南它的这个军事和武器装备主要是依赖俄罗斯嘛 而越南从价值观上面呢又跟俄罗斯跟中共是站在一起的 也就是在联合国所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表决时候 越南都是跟中国一样大部分是投弃权票的或者是投反对票的 从来没投过战争票 那么越南这个国家有什么分量啊 它投不投战争票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哎你不要看越南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啊 居然就能让美中俄大国这三国首脑纷纷到访 也就是仅仅不到一年美中俄的最高领导人全部访问过越南啊 去年九月份是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到访啊 去年十二月是习近平也到访了越南 而普京就是前几天也专门访问越南 那么越南还把日本提升为美中俄并列的六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一 也就是越南非常重视美中俄日本这种大国关系 越南呢在国际角度过程中 在所有大国都对东盟非常重视的情况下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话语权 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也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东南亚的小国 它能让中俄美这三个大国都围着它转 国家元首都亲自到访 越南呢所以他这个总书记叫阮忠夫啊 他非常得意啊 所以说是他提出的叫竹子外交的概念 什么叫竹子外交 他说竹子呢具有根肩肝壮脂柔的特性 他表示他们自己呢 越南自己的根子扎得很深 我们根肩但是我们肝壮就是呢 我们有本事呢跟任何一个国家硬碰硬 我们肝壮 但是在讲究友谊方面呢 我们的职业呢又很柔 我们又跟人家呢 有来为摇摆的这种个性 所以说呢在国际舞台上 越南一直采取政治上是靠拢中国 军事上是依赖俄国 经济上呢是完全倒向美国 因此你看这次普京前交走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呢 就立马就抵达河内进行访问了 也就是美国绝对是在普京刚走 就要告诉越南你应当怎么做 如果是你把自己的立场 站在俄罗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那你是得不到美国对你的经济帮助的啊 那么越南表面对美国就装傻啊 这就是它的所谓组织外交啊 就是越南一直是利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来制衡中共在反抗和顺从之间呢 找到了适当的平衡 对待美国也是这样 利用中俄给美国造成的威胁 不断地挑动南海的事端 把美国呢就拉到这个南海的这个战端里面 使美国不断地陷于越南菲律宾呢 跟中国南海之间的争端 一是提高了越南在美国那边的话语权 第二个什么也是跟中国呢 得到了讨价还价的砝码 习近平过去一直认为自己可以很轻松的控制越南 他没想到自己南边这个小国 居然现在可以拉起东盟这个朋友权啊 来一起对抗中国 并且呢美俄都不同程度呢给越南撑腰 所以习近平南边这个小国呢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大量的被他赶走的 或者是人家不愿意在中国继续投资的大量的外企 尤其是制造业 全部欠到了越南嘛 越南现在就吃不下 来的太多了 制造业中心太多了 他现在人口也跟不上 他的制造能力也跟不上 因为越南他毕竟是个很小的国家 他都不抵中国一个云南省 到他哪有这个能力 一下子就惊吞下中国所有特殊的大量的这些外企的制造业呢 但是呢 越南呢显然是在全球对中国围堵 从中国脱钩把大量的制造业牵出去以后呢 越南是捡到最大的便宜的 那么习近平每次看到这个他都欺得要命 因为习近平他自己的外交呢 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什么 就是人多钱差就是高二百五 习近平跟大国之间交流 跟大国的外交 无论是跟美国跟俄国 跟世界上所有其他重要的国家 他所有的外交最终给习近平都是搞得一团招 对小国同样是什么 同样是陪这个老本金光 习近平现在除了送钱 已经没有任何方法 拉拢世界上任何一个盟友国家 无论是习近平讲的什么铁杆了 什么不铁杆了 是命运共同体 而不是命运共同体了 亚洲的八铁是第一个反他 欧洲的欧铁人家塞尔维亚也是阳风云威 当面跟你热情的盛大欢迎 背后马上什么 马上刀子捅着你出去 习近平就是属于里外不是人 因此嘛 习近平的外交在他自己现在执政12年 在国际上的这个范围已经越走越窄 他目前来讲除了送钱 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而别人就看着你冤大头 跟我谈任何事拿钱来 钱到位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装模作样的 跟你举举手表表态 跟你投一个战争票 如果没有 没有麻烦了 现在别说是大国了 现在那些非洲的小国 也可以跟习近平来这一套 所以习近平他现在除了送钱 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